上一期我们讲到了1968年 朝鲜为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 派出了31名特工 冲击韩总统府青瓦台 这个袭击事件震动韩国上下 要求报复朝鲜的呼声不断高尚 朴正熙于是命令军方制定了一个反制计划 去刺杀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这支被精心挑选的特战部队 代号为684北派部队 训练地点在一个叫做石围岛的地方 当然韩国军方没想到的是 这个刺杀任务却变成了一个恐怖事件 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石围岛事件 朴正熙把这个刺杀任务 交给了韩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 队员由韩中情局秘密挑选 然后移交给韩国空军进行特训 不像韩国首都距离朝韩边境只有几十公里 朝鲜首都平壤 距离朝韩边境最近的距离也有140公里 这次的任务要去平壤最核心 也是防范最严密的地方 刺杀大人物 显然这是一个有去无回的任务 如何挑选队员就成了韩中情局头疼的问题 最后他们选择从监狱里的囚犯中挑选 所以这支赶死队的成员就来自于 造势逃亡的卡车司机 诈骗犯 酒鬼 地皮流氓 落寞的拳击手等 韩中情局给他们许以重金 不仅全部特赦 任务结束后还会给他们一大笔钱 这些犯人的数量也和朝鲜干死队一样 都是30亿人 韩国这次要以牙还牙 只是这30亿人此时还不知道任务到底是什么 韩国中情局制定了详细二周密的暗杀计划 由空军负责训练特战队和实施暗杀任务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技术支持 这就是外界鲜为人知的代号为灌作战的暗杀计划 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31名赶死队员将乘坐一个军用热气球 悄无声气地飞到朝鲜领导人供电的上空 然后用降落伞速降到供电周围 按照既定方针实施暗杀计划 供电周围的地形早已被驻守在日本冲绳的 美国S271高空侦察机拍摄了下来 大量高分辨率的照片已经交给了韩国中央情报局 这支韩国特战部队的代号为 684北派部队 684指的是特战队成立的年份 1968年以及月份4月 他们计划于1971年 也就是三年之后行动 在这三年时间里 他们要在一处秘密地点进行魔鬼式训练 从体能、射击、爆破、散将、野外生存 再到极限格斗、拷打、心理战、自杀等极端技能 这个任务从确定开始 就被列为了最高机密 绝对不能有半点泄露 于是这31人的赶死队 被韩国军方带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 石卫岛 石卫岛是韩国仁川港附近的一个岛屿 面积只有0.25平方公里 在上世纪60年代 基本是一个废弃的小岛 这里作为训练地点再合适不过了 但当他们上岛后发现 岛上还有一户人家 于是他们以军事接管为由 将这家人赶走 并派以金纯雄队长为首的空军特种部队 在岛上建造了各种训练设施 在各种设施都建好后 31名被挑选出来的赶死队员才来到石卫岛 而当他们一踏上岛屿后 就开始封闭式训练 不允许和外界有任何的接触 这些队员里有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 都是属于让警察极为头痛的人 这群有的前科的赶死队员被称为训练兵 而负责培训和海岛警卫的 另外30名空军特种部队官兵 则被称为激干兵 这支特战队最后统称为 684北派部队 但名义上 隶属韩国空军2325部队的第209分队 由金纯雄担任队长 也就是说 金纯雄是岛上掌管特战队 生杀大权的人 这31名特战队员各自心怀鬼胎 他们一开始就和激干兵产生了矛盾 认为他们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内部也是互相瞧不起 还没上岸就在船上发生了群殴事件 金纯雄看到这种情况 炸毁了运输船 让他们全部游上岸 等于说还没上岸 这些人就开始了特训 上岛后金纯雄对他们说 来到这里 你们就是保驾卫博的军人 还让他们换上军服 宣布今后他们就是 大韩民国684特种部队的官兵 然后才告诉了他们任务内容 就是前往平壤 去刺杀某个大人物 这时31名特战队员才晃过神难 原来这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自杀任务 但他们也毫无办法 之后残酷的训练就开始了 首先是体力训练 每天早上队员们都要围着小岛 跑15公里 第二项就是挨打训练 队员们每天都要接受 鸡干兵的棍棒攻击 要让自己的身体 适应这种击打和虐待 当然每天的洗脑 也是必不可少的 金纯雄队长每天对队员灌输 朝鲜派遣31名特种兵 刺杀韩国总统 这是对全体大韩民国国民的侮辱 你们要给朝鲜一点颜色 任务结束 你们就是大韩民国的英雄 久而久之 这种洗脑行为真的发挥了作用 31名队员各个励志都要杀到朝鲜 他们就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弓箭 随时准备出击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 特战队员们熟悉了 特种战的各个项目 也接受了飞人的考验 还训练了一旦任务失败 被俘的情况下 如何快速自杀 而岛上唯一的娱乐方式 就是设置八角龙进行格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特战队员 在各方面 不论是身体 技能 心理 都达到了刺杀的要求 随时可以投放 同时空军方面也精心策划了暗杀路线 不仅要刺杀大人物 还要同时攻击朝鲜国防部 最后他们认为 还是要走水路 通过水路潜入朝鲜 再接近目标 于是 特战队又开始疯狂训练水战 一开始 训练兵和机干兵之间 有的很深的矛盾 但在此后 长达三年的训练中 他们抱着为国家效忠的心态 弥补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也接下了深厚的感情 金春雄队长 还给特战队编了一首 石为岛战歌 在他们压力最大的时候 会一起唱歌 就在他们预计出发的一个月前 也就是1969年3月1日 他们突然接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 这是因为 这时的朝鲜半岛局势 出现了很大的改观 由之前的全面对抗 开始往缓和的趋势发展 两国领导人开始酝酿 自分裂以来的首次南北会谈 并将签署一个 南北和平共同声明 以维护半岛的局势稳定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派出这支特战队 去朝鲜执行刺杀任务的 当时给特战队的指示是 任务取消 等待军队新的征召 因为这支部队和他们的任务 只有极少数高层才知道 所以 韩国中情局和空军高层 开始讨论这支部队的存废问题 新上任的空军参谋长 决定解散这支部队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才能让这些赶死队员保守秘密 最后为了保险起见 韩国当局做出了 毁灭一切痕迹的指示 也就是说 要在实威岛上解决掉所有的队员 但是 对于训练了三年的队员 机干兵也不忍心杀掉他们 最后 军方决定减少对实威岛的补给 火石 淡水 燃料 越来越少 医疗团队也撤离 为了就是让特战队员自生自灭 之后 31名队员中 有7名队员相继在训练中死亡 剩下的人营养状况也越来越差 有一次 一名队员从一名机干兵口中得知了 韩国军方根本没打算 让他们活着离开小岛 于是 忍耐到极限的队员们 被彻底激怒了 想到三年以来 自己接受的非人待遇和残酷折磨 在国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枚枚弃子 于是 一场暴动 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71年8月23日凌晨 训练兵突然袭击了机干兵的宿舍 他们用铁锤 罩着金纯雄队长的脑袋 猛砸下去 当场把他砸死 之后又捣毁了通讯室 切断了小岛和陆地的联系 剩下的12名机干兵 也全部被打死 在这个过程中 只有一名特战队员死亡 在血洗了石威岛后 剩下的23名训练兵 乘坐一艘渔船 携带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包括 手雷 炸药 来到仁川码头 上岸后 他们劫持了一辆公交车 让司机开往汉城的青瓦台 他们要去总统府 和总统朴正希对峙 去讨要说法 很快 他们的行踪就被发现 韩国军方出动了 大批人员进行拦截 但是 这些队员的枪法很准 作战实力超强 一道道关卡都被冲破 很快就要接近青瓦台 韩国军方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 去堵截特战队 汉城市区 发生了大规模的交火 针对这个事件 为了不泄露机密 当时韩国对外宣称 是遭到了朝鲜游击队的袭击 但也许是为了 怕引起朝鲜方面的不满 很快又改口 称是空军某特种部队 发生了攀乱 到了当天下午2点40分 公交车被包围 特战队走投无路 在公交车里 引爆炸弹自杀 据说在炸弹引爆前 队员们还一起唱起了 石威岛战歌 然后引爆了炸弹 在韩国军方包围公交车后 发现还有四名队员未死 但他们很快被带上了军事法庭 判处了死刑 而这个事件 青瓦台也归罪到 韩国空军和中情局 韩国国防部 中情局局长和刚上任的 空军参谋长全部引咎辞职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石威岛事件 一直由罪犯组成的 誓死效忠国家的特战队 训练了三年 最后却是要全部被抹杀掉 从头到尾都是政治家手中一枚 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 这些特战队员的人生 完全是个悲剧 这个事件和当时的 韩国总统朴正希脱不了干系 他虽然在两次事件中 都逃过一劫 但由于他的铁腕手段 和高压统治 在政界树敌无数 在1979年10月26日 他还是被刺杀了 刺杀者不是别人 正是朴正希亲手提拔的心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朴正希是靠军政府政变上台 所以上台后 主要是靠对军队的严格控制 朴正希自己就是 搞军队和情报出身的 所以他培养了四大心性 一个是陆军总参谋长 一个是中央情报局局长 一个是总统警卫队总长 一个是总统秘书长 这四人几乎掌管了 当时韩国政治的半壁江山 其中陆军总参谋长 郑生和上将和总统秘书长 金桂元做事都中规中矩 不愿过多参与权力斗争 但另外两人 总统警卫队总长 车志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 金仔归 两人性格都很刚烈 互相不符 经常名争暗斗 车志彻和朴正熙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在朴正熙当年政变时 他第一个冲在前面 打死了准备将朴正熙干掉的宪兵队长 这一枪让他们两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所以他也成为了朴正熙最信任的人 上台后唯以重任 成为总统警卫队总长 而中央情报局局长金仔归 同样和朴正熙关系不一般 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清华时期 在东北入读为满洲国新京陆军军官学校 毕业后以满洲国军步兵第八团小队长的身份 在中国华北地区和中国军队作战 是军队上下棋的关系 从读书到军队再到政坛 知根知底 信任无以复加 正因为这两人都和朴正熙关系非同一般 所以两人的斗争 朴正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车之车本人仗的是总统卫队总长 和朴正熙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原本只是负责朴正熙的安保工作 但后来插手的事情越来越多 他经常在朴正熙面前说金载规的不是 要知道经常对一个人吹整边风 时间长了 朴正熙也开始对金载规有了不满 当时身为情报局局长的金载规 想面见朴正熙 都要得到车之车的批准 而车之车总是想方设法 不让他见朴正熙 他通过控制总统身边的信息流 和人员圈来改变朴正熙 对特定人员的看法 从而潜移默化地干掉金载规 金载规深感危机 自己的位子不保不说 还有可能会被车之车 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 所以他认为要先下手为桥 找机会干掉车之车 1979年12月26日 朴正熙在外地参加完一个剪彩活动 来到了一处由中情局控制的秘密别墅吃饭 而安排这样的地点 自然是中情局的拿手好戏 一群女大学生模特和著名的女歌手 沈守峰早已等候多时 为的就是给朴正熙他们唱歌助兴 金载规知道朴正熙的喜好 安排这些美女 为的就是朴正熙能够高兴 但这时候车之车 还是不忘说金载规的不是 说到最后 完全变成了金载规的声讨大会 就连朴正熙也说了一些不满的话 于是金载规心中的愤怒彻底爆发 他本来只是想杀掉车之车 但这个时候 他知道两人已是一条性 他要连朴正熙也干掉 在他们喝了伴醉的时候 金载规借口去厕所 因为当时所有的武器都不能带入别墅 车之车也安排了自己的总统卫队 看守别墅 但毕竟这栋别墅是中情局控制的 金载规已经安排了自己的亲信 情报科长朴善浩 随行秘书朴新柱 将藏在别墅的手枪和冲锋枪取出 他对两位亲信说 如果李屋枪响 他们要立刻干掉门外的七个警卫 他自己则拿的可以连发七颗子弹的 德国PPK手枪 不动声色地走进李屋 屋里的两人还在和女大学生唱歌 金载规坐到朴正熙和车之车的对面 拿出手枪 对准车之车 同时对朴正熙说 阁下您带着这样的废物 能把政治搞好 说完就开枪 但这时车之车反应很快 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腕 他急忙往外跑 朴正熙这时正要发怒 金载规对准他的胸口就是一枪 而外面的警卫也在同一时间 被金载规的两名亲信 拿冲锋枪全部干掉 金载规这时起身 开始追击车之车 追上后对着他的胸口连开两枪 当场击毙车之车 之后金载规返回李屋 看到朴正熙倒在血泊中还没断气 又对着朴正熙的头部补了一枪 整个现场一片血迹 这个事件震惊了韩国 一年之后 金载规和他的两名亲信被判处绞刑 就这样朴正熙的时代结束了 他在为了韩国政坛是动荡的 国民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 他在军事政变和枪炮声中登台 再以枪炮声结束 这是他一生的归属 而石威岛的31名特攻队员的冤魂 也得到了安息 好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